然後但是腦部很強的 然後當政委 那我們剛剛那一場是緊實打入 所以是補肚子不健康 現在要補腦 所以請大家非常認真的來跟政委互動 那其實政委是非常 應該說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特別 是一個創新的人物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互動中 可以讓大家有一個更對台灣社會創新的 不論是未來發展 還有甚至對於整個政委本身的一些想法 有更好的一個分享 也讓大家都瞭解目前的動態 那是不是我們就有掌聲 我們趕快請政委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在接下來50分鐘的時間裡面 外講什麼完全只有大家所決定的 所以如果還沒有找KR Code的話 可以上去KR Code 或者是到slido.com 輸入020-2021 要請好不用輸入 那不管是用哪種方式來提出問題 都可以為彼此的問題按讚 按讚的數量比較高的就會浮到上面 上面的我就會先回答 那最新的追問會跑在右下角 右下角就是拉票的好時機了 那有的時候右下角會自己開始聊起來 這個是屬於正常的 不要試到不要放在心上 但是隨時大家還是可以舉手 因為我們這邊應該有數位 麥克風數位就是不止一位的意思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覺得 我回答的葡萄味 或者是有一些你不想用打字來講的 也非常歡迎舉手來詢問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大概2到50分左右 有17位朋友們想要知道 說為什麼台灣在法律科技創新 這個部分發展緩慢 雖然今年已經出現 所謂的撤禍判決系統 監護權判決一次系統等等 但是相比國外到底是哪裡呢 仍然是望塵默契 委員會認為 不是斷詞錯誤 委員會認為是因為 國國法律教育過於單一保守 造成所有法律學生都在聘司法官律師 這是算自我介紹嗎 進而忽略的市場 OK 那我覺得其實就跟Fintech 或者任何其他的創新一樣 其實常常是有兩個不同領域的 然後彼此分享才能夠 觸類狂通的解決問題 就像Fintech裡面很多的創新 大概也不是學金融的人 創造出來的整個 DeFi的系統等等 它其實是架在 一開始可能根本不是為了金融目的 而存在的一些系統上面 我在講的好比像說忘記網路 忘記網路它存在的時候 絕對不是用來做e-commerce 它一開始存在是 如果發生核子大陣 然後大家都不能夠通訊了 要怎麼辦 是解決這個問題 出現 當然沒有出現核子大陣 但是有出現COVID-19 所以Innocence 當初設計的那個狀況 真的就是重現了 在過去一年大家也知道 忘記網路它的那個resilience 它的反彈力是真的是蠻好的 所以我會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我想很多的創新 不是透過我們自己 在這個動面裡面 而是我們去解釋 很多別的動面的朋友 或比像說做自然語言處理的朋友 自然語言處理 現在很多語意的理解 尤其在分詞這個部分 已經比人類好了 所以像我的大腦會說是 委員會認為是因為 歐國的法律教育 但是最新的一些斷詞系統 大概都已經把它斷成委員 會認為了 所以這就表示說 你看它已經超越人了 那這個我們只是打不過就加入了 其實我想我是做翻譯的 我對自動翻譯系統的角度 一直都是這樣子 就是反正我也不是很想要做一些 很重複擦字典的工作 所以自動翻譯系統 如果能夠幫我先出稿翻到 八成九成 它把意思都翻對 那我其實就是做潤識 做編輯的工作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那這樣的情況下 我要主要找到這方面研發的人才 可能就不是從 英美文學系 或者是從做翻譯的朋友去找 而反而是做 計算語言學的朋友 或者是他本來就是 對翻譯沒有興趣的 他做的研究 剛好可以去做翻譯使用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大家還是可以去拼 司法官律師 但是就是要結教很多 就是他的最新研究 本來不是用在法律domain 他可能是用在什麼別的domain 但是你看到就覺得 他畫這個可以拿來用 那這樣子的話 你跟他講話領域組 對他才比較有能夠去做到 就是法律科技創新 才是要從科技 而且是目的外利用的 那種科技來進行實作 那我們在總統的黑客松 其實之前有過蠻多的例子 都是這樣子 就是有些人他做的事 像Burt 這種予以理解這些工具 那剛好有人手上有一批資料 好便宜的 實際上因為是公開資料 完全不要錢 那好不希望看絕書 或這些東西 那這個時候 他是把這個當作語料 先丟進去 而且他本身不存什麼 就是一定要做哪個特別的應用 那後來才發現說 他可以去 好比像說大家都覺得酒駕 有些覺得判的不公平 覺得判的太輕了 奇怪都沒有人覺得判的太重 判的太輕了 這個情況下可以找出 跟以前類似的這種判決 就去把因素全部都分析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說 其實這個是行情 反觀也不能超過行情來判等等 那像這種 是有點像社會溝通 這方面的創新 可能不是大家覺得 好像自動審案的那種應用 可是事實上對司法院來講 社會溝通 說不定才是真的 解釋到他們人力 因為他們每次有一個這種 大家覺得判得太輕的判決 他們就要付出很多溝通成本等等 所以就是降低大家的平常 這種無疑的時間的消耗 省力啦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接下來省力之後 大家才有空去做品質的提升 那接下來才做一些讓人家覺得 妄想莫及的創新 因為你做妄想莫及的創新 如果是靠大家的爆肝 或者是降低感覺品質等等 來做的話 那往往會都不嘗試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這個管轄領域 裡面跟附近的別的管轄領域 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是 必須要對大家都好 不能犧牲到任何一邊 那什麼時候才會願意投入心力 去做這方面的創新 那我們就比較難說 那我們就指定某個做法 然後把它做到最好 但是中間造成的負面的時候 很像我們完全忽略 我們很難做這方面的創新 所以我們的所謂A-Time can help 是在每一個很永續發展目標 都能夠彼此加強的前提底下 而不是做一個犧牲掉其他的這個做法 所以我們像所謂的AI 在我們這邊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也是因為如此 所以乍看之下不會衝得那麼快 但實際上我覺得是比較紮實的 那有書問朋友問說 對於身份證電子化有什麼看法 我們現在廣義的來講 身份證件大概是有兩個主要的 已經電子化 大家可能有護照 大家一定有健保卡 那這兩個都是已經晶片化的 那我們在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 這兩個的公信力已經高過 那整部發的那個紙本的身份證 就是所謂的六代卡 那六代卡的公信力 為什麼相對比較低 至於說你要去銀行開戶 或者是你要辦一個手機門號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不相信這張身份證 都要你出具雙證件 其實那是一個比較委婉的說法 說不是很相信這張紙本的卡 那為什麼是這樣 就是因為它的防衛的技術等等 它都是有點已經過期了 過了它本來的暴增期限 所以大家對於防衛的提升這件事情是Motivate 就是讓電子化有這個發展的動力的 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但是當然很快大家就會發現說 當我把它電子化 也是用跟其實跟護照完全一樣的計算 電子化之後 我怎麼沒有一個像是護照條例 或者是像是健保卡有說 只有醫護人員或者鑰匙能夠寫入 那只有公務人員在健保署 同一的情況下可以讀取 而且會有人跟你對讀嗎 就是他會拿出一張他的飲食品證 機構也有他的機構品證 所以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總會有人出來給出交代 也就是說健保卡 我覺得在最近的一年多的疫情過程 包含健保快樂同健康存者等等 大家使用的過程裡都發現說 這個真的蠻accountable 覺得很容易給出交代 那相應之下 直奔的身份證就更行 好像沒有辦法給出交代 就是在停車場換證 在旅館飲營等等 如果後面出了什麼事情的話 其實真的完全都不accountable 所以大家對於就是身份證間的期待 就學長傳高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 一個很好的一個時間點去說 那大家對於健保快樂同健康存者等等 都有這樣子的體驗之後 我們反過頭來要求說 那是不是在身份證使用上面 也需要有專法對他的使用 做這樣子的保障和保護 或是需要一個各自的專責機關 去確保說每個人都能夠 要求每個使用 能夠適合能夠給出交代等等 那這個部分吧 還補強到比較完備 至少跟健保卡一樣完備 的這個程度之後 我覺得我們在做 真正的電子畫面 推廣上面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那這個也讓我想到說 2017年5月的時候 有過一個在觀光正早路產品平台 一個提案叫做 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它是一個MAC的使用者提出來的 那但是後來我們去看之後 其實報稅軟體並沒有改 2017年我們沒有改 報稅軟體 但是大家覺得難用到爆炸 當然除了一些技術上的原因 像Java Applet 當年比較難使用之外 還有就是說 因為MAC每一年 它的使用者體驗都在上升 大家的期待稅上傳高 所以就是在可能10年前 看起來還不錯的 我覺得標開機也可以啦 勉強可以忍受 等等的這個情況 那到2017年的時候 就越來越不能夠忍受 那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們對於目前的身份證 按照護疾法的這個保障的程度 給了出交代的程度 可能10年之前 說不定5年之前 大家都覺得還OK的 但是經過這一陣子之後 大家都覺得說 那至少要像健康省者那樣子 能夠給了出交代 大家才覺得OK 所以這是我目前的看法 那有一個 有一個Follow-up 問書 那不只是說身份證件 包含公文書 思文書 個資等等 這些資料說話 在我眼中 需要注意或者擔心的是什麼 如果是在我的眼中 大概就不用擔心了 我比較擔心的是說 你沒有看到手 他放到哪裡去了 那 因為如果是紙本的話 你比較容易知道說 對方他只是看 而沒有抄錄下來 而沒有拍下來 其實現在也沒有那麼容易 人家說不定眼鏡上面有攝影機 你也不知道 那或者像在貝利相電說 他跪台後面就有一個攝影機 不是說不定說得定 真的有一個 那你也不知道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紙本它雖然讓人有安全感 但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它是安全的 它只是你比較有安全感而已 這樣 那我在2017年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案子 是司法院跟法務部他們要做捐證的交換 那當時我看到一個類似請購單吧 他是要買那個能夠自動禁止的快速的掃描機 那我就想說為什麼會需要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大家發現說公共行政體代已逐漸退場了 那捐證交換的時候只有紙本是正本 所以就算我這邊是剛印出來的 我送到那邊還是只能紙本交換 那邊就要掃 掃了之後他再將一個紙本的圈進去 那這樣有的時候我來不及掃完 我甚至要跟對方調回 我剛剛才送過去的圈然後回來 所以一份可能最後要掃三次 但是本來是電子檔 然後電子檔還要掃三次 真的是沒有什麼道理 那而且這個又比較難外部化到 就是新鮮能幹 就是替代儀跟絕品人員上面了 那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那我們把它自動化吧這樣子 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不是一開始電子交換就好嗎 為什麼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去 就是加快那個掃描的速度 就算你只有30秒 但你在那邊等30秒 你還是浪費了30秒 何況就是從地緣一路到最高 都是有這樣交換的這些必要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去看 那其實電子線上法式和法治 其實本來都在這邊 大家需要的就是有一個人出來說 就是我覺得電子的這個交換 其實比值得還要安全 那如果有問題就找我就對了 那所以那我願意講這句話嗎 所以後來他們就慢慢的從 應該從新北嗎 開始一路往上 到了去年其實已經全部變成電子交換了 那這個完全是剛剛講到審理的部分 還沒有到增加品質 但是當審理跟增加品質做完之後 以後律師如果是要去調卷等等 創新的部分就會開始出現 所以不是說我們一開始就一定要做創新 而是我們一開始就是先省大家的力氣 所以我覺得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是不是因為本來的作業的習慣 所以變成你得跑兩套 就是你把數位化的部分放進來之後 但是其實呢 他只是照顧需要數位化來的朋友 而有些朋友還是需要值得習慣值得 喜歡值得 那這個時候其實對陳潘來講 他等於是讓大家都比較方便 可以節省幾分鐘 那他每天要爆竿一個小時來 讓大家比較方便幾分鐘 那這樣其實是不永續的嘛 我們知道說越來越多的系統出現 那就會讓他的服務品質慢慢的減低 那所以我覺得最需要的就是說 我們要一個migration task 就是讓大家習慣不是數位的服務的這些朋友們 他無論如何可以獲得 他本來想要獲得的這個服務體驗 但是又不犧牲到承判人的時間 那這個我覺得是最需要注意的 如果對這個興趣的話 可以看我們的政府數位服務指引 GDSG裡面有非常詳細的 怎麼樣子在治安上 在個資上 在服務流程設計上 去確保這件事的一些方法 甚至還有一個檢核表 有13個朋友們問說 鄉雄議員 怎麼樣讓自己有足夠的問題意識去解決 當今社會真的問題 而不是尋找既有的老師長輩給予的議題 或者是概念 當然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做島內移民就可以了 我都是這樣子建議的 就是我們說 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說去看到一些真正有痛點的朋友 然後跟他一起生活一陣子 那在生活的過程裡面 你也會體驗到這些痛點 那像以前可能是在偏鄉沒有快品覆蓋 好現在都有快品覆蓋了 那可能是在偏鄉 大家不知道說要連到哪些線上的資源 來找到大的大學伴等等 那現在有大小學伴了 可能接下來的問題是說 他不知道說他怎麼樣透過這些網路的方式 去補償或者取代他在本地沒有辦法拿到的 關於健康的資源 以及關於學習的資源 那如果又透過像可能提出了台灣等等 軍醫等等這些方式 他取得了這些資源 那問題就是說 那他人怎麼樣繼續留在這邊 他怎麼樣永續 怎麼樣去把一些人投入等等 所以其實當你實際在哪一個地方的時候 會有源源不絕的問題冒出來 而這些問題都是那些地方的朋友們 他每天每天都碰到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看 就是A4的一張文件檔 或者是橫向放簡報檔的話 那他都是一個高度抽象化過的東西 其實是常常你會覺得 你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事實上對於當地的朋友來講 是創造更多的問題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不管你現在既有到市場被給予 怎麼樣子的議題 你反正就花一段時間 然後實際去碰到這些議題的地方 但是把本來那個議題的架構 都在腦裡先放入管號 就是先不要去想它喔 然後實際去過一陣子那邊的生活 實際去體驗 那或長或短 可能短則一兩個禮拜 長則一兩個月 那你很快就會對這個問題 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解 那也比較能夠去找出我們的 Theory of Change 就是怎麼樣子去改變的一套理論 所以所謂的當今社會 並不是一個抽象概念 它就是在一個一個實際的 當地的生活裡面 那誰讓我問說 真的有辦法用中華民國的名義 讓台灣走出國際嗎 我覺得中華民國四個漢字 並沒有什麼不好 主要的問題還是那個英文翻譯 那那個英文翻譯 就比較有些困難 那所以我現在在國會的演講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弄了一個英文翻譯 那個不是代表這個政府喔 那就是我個人的翻譯 我就把它翻成 Transcultural Republic of Citizens Transcultural就是跨文化 就是在花之中 中和萬華 就是把各個文化做跨越 那然後民國就是翻成 Republic of Citizens 剛好也是RLC 那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它其實比較普世 我們可以說 韓國也是一個Republic of Citizens 真的是大韓民國喔 那或者是說 可以說以太方 它也是跨越文化 它還真的是跨越文化 那這樣子的想法 它就不會被困在 本來的那個西法利亞體系裡面 那我在國際組織都是 拿一個簡報的時候 都是說我是Digital Ministry.tw 那這個.tw其實它不是一個管轄領域 它是一個網域 你不管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Digital Ministry.tw都會連到我的網站 那即使是在所謂不承認 這個我們的西法利亞主權的其他國家 也是如此嘛 所以它顯然至少承認 我們在網路上面的這個網域的管轄權 不然Digital Ministry.tw 它可以完全解憶到別的地方 但是想並沒有這樣子做 所以Digital Ministry.tw我覺得 是一個非常非常neutral的一個term 那Transcultural Republic System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普世的一個概念 那它的回過頭來 在漢字的表述 那仍然是中華民國沒有錯 那只是它是有一個 有點接代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它已經跟 就本來這個概念出現的這個地方 在地理上面脫鉤 那所以這個時候 像我去伊索比亞 然後當時我也是說 我去就是你知道陸西嘛 也是東非出來的嘛 是祖國啊 祖國大陸 那在祖國大陸 就是當然現在他們的發展 跟我們的方向啊速度啊什麼 都不一定一樣 但是我們還是就是Homo sapiens 現在之人都是那邊出來的嘛 那所以我去那邊也是有一種 返鄉的感覺啊 寄俗的感覺啊 等等啊 所以對 那就是很多同事有去看那個 陸西的那個博物館啊什麼之類的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很有效的去把我們 本來中華民國四個字裡面的地理的文化的 或者是政治理想的幾個指代 讓它能夠 不要說一定分割但是 至少它可以分開來敘述 應該自動駕駛系統的文論與問題 在當時博恩夜秀裡面有提到 目前為止的自動駕駛系統是 屬於教育慢速行使 但是如果應用在民間騎士上的話 勢必會提升其速度 那將所延伸的倫理問題是 撞人會撞柱子以及發言會數的責任 應該怎麼樣去衡量啊 我想勢必會提升其速度跟一定會撞到人 好像是兩回事情啊 我們在浩里像說高架的捷運上面 其實捷運很多時候也是在自動行使的狀態 那為什麼都不會撞到人呢 因為不會有人沒事爬到高架的捷運車道上 你如果爬高架捷運車道上被撞 那一定是你的問題啊 一定不是那一台車的問題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它的重點是在它的social norm 就是它的社會常規 社會常規如果說那個地方 本來就是給自動行使的車開的 那不管它是有軌道 還是它其實沒有軌道 是在地上騎一些軌道 無論如何那個都不是人類 你要去的地方啊 那去那邊應該只要坐在車子裡面 不要在車子外面 那樣子的話 你要開到時速多少公里 說真的沒有人管你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重點倒不是說 我們一定不能夠去設計出 一些它必須要選擇 裝人或裝柱子的那種 所謂電車問題 但是如果 關於這個問題 所處在的那個情境 它的social norm 已經非常的強 甚至我們可以在法律上面去做一些定義 比如像說大眾捷運法 我們可以定義說 用軟體定義的軌道也算捷運之類的 那如果透過這樣的方式 那你真的跑到一個快速行駛的自駕捷運 前面那就好像跑到捷運的軌道前面 只是它是軟體軌道而已 但是標誌標線什麼都是把它當作 就是捷運路線在標示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當然它對責任歸屬是什麼 大眾捷運法怎麼寫 那就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好的reference class是很重要 那如果沒有這個reference class 大家必須要從頭建立 那當然就會出現電車問題 電車涼爛等等 但我在文藝術上面講的就是說 我們可能就是怎麼講 沒有盲腸就沒有盲腸演 就是你不要一一 就是找到會出現涼爛的這個狀況 你在部署這個技術的時候 就透過社會創新的像沙盒等等的實驗 去讓大家知道說怎麼樣 我們根本就不會出現這些涼爛的情境 那這樣它自然就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它回到變成一個標誌標線的問題 變成一個法律的問題 變成一個機械工程的問題 而不是變成一個倫理問題 倫理問題是在這些都沒有被棋的時候 才會冒出來的一個問題 如果這些reference class都已經很明確 而且是跟我們新聞經驗相整合的話 其實根本就不會有倫理問題出現 那有12個朋友問說 關於台灣最近的疫情 前陣子跨年為了防疫 衛福部曾經有所謂的電子威力2.0 所謂的天網 可以協助其追蹤居下隔離者 請問這個天網是怎麼來的呢 那這個就是靠那個基地台 那我們這有很多的電信商 那他們有部件很多的基地台 那這些基地台就是我們關平人權承諾的一部分 所以在絕大部分的地方都有相當多的基地台 那只要你的手機能夠被三個附近的基地台收到訊號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三個基地台按照它的訊號強弱化三個圓 那這三個圓就會有一個重疊的地方 就是你的手機所在的位置 只要三條定位 那但是就算是這個基地台最密的地方 它的解析度也大概就是只有50米左右 所以其實它並不知道你在哪個房間 它知道你在大概哪一區那個block這樣子 那就是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我們才能夠去傳送 好比說大家在地震前五秒 運氣好像前十秒 可能時候會收到就是那個國家級的地震警報 運氣不好就沒有收到 那是國家級的邊緣人 那但是就是這個邊緣人 這個邊緣人數我們盡量鎖矯 最近應該都會收到 那這些技術其實它是實際就是在電信商的運算設備裡面跑的 它本來就知道你在哪裡 那並不是說它好像先匯集這個資料 跑去什麼第三方處理 再轉賣棘手 然後再送個簡訊那樣的話 地震也已經發生了 而且直接它是設置一個 就鎮央在哪裡 半徑在哪裡 這裡面碰到的手機 都推送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或者是說煙水嗎 這個浩江雨嗎 颱風警報 去年沒有 好等等的這些事情 大概都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在發送 所以我們的電子圍裡1.0 那也是用相同的原理 就是說去設定在檢疫14天的這個朋友 那他理論上居家隔離或檢疫的原型以及他的原者 那超出這個就送簡訊給他的手機 那以及送給就是當地的不管是 還是衛生局或者是如果他是居家隔離的話 警察局的朋友 那就直接會上門去看說到底是他手機就是不小心飄移了 還是他人飄移了 人飄移那就要發換 那這個是電子圍體年齡 那2.0就是說在這14天之後自主健康管理的那7天 那是反過來在這14天裡面是你居家隔離的地方 然後畫一個圓周 那但是反過來在後面這7天就是全台灣你都可以走 那但是在就是舉辦大型集會 就會中心說不要去的那些地方 那些變成就是有原型有半徑有碰撞的半徑 那所以你一旦碰撞進去了之後 那他就送簡訊給會議的主辦者或者是提防政府的人員 那當然也會送給比如說請你儘快撤離那一邊 然後可能會有洪水不是洪水 然後根本是你造成的洪水 就不是天災二十兩 他的道理是相同的 那也因為道理是相同的 所以就跟實驗脂肪移植裡面講的一樣 過了4個星期之後那電信公司當然就不能再報成這個紀錄 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這並不是一個嶄新的資料搜集店 那本來這個資料就正在被搜集 那他當沒有他的目的之後 他就是目的消滅之後 他本來就會進行刪除 而且他並不是去傳送到第四方 第五方第六方等等再去轉換 他就是在不管你用哪一家電信 他就是在哪一家電信的機販 然後去進行運算 有13號朋友們問說 想請問你接觸過許多社會創新的團隊 他們通常最常問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以及法律人可以如何協助社創團隊 當然我的office arm全部都有全文包含 就是影音或者是這些上網 所以如果有自然語言分析出一個行家的話 應該可以用個文字語還是什麼的 就可以分析出他們真正最常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不過我自己的感覺了 大家最常遇到的問題之一 不敢說是最常遇到的 就是怎麼樣找到直通道合的夥伴 很多來找我的人都覺得他關心的那個題目 比方說一個小時前來找我的那個團隊 他們關心的題目是怎麼樣 把塑膠薄膜透過一些新的ENSILE的技術 能夠把它分解成完全能夠再利用 而不是降界再利用 那這個是一個很夯的 在可能去年Nature 應該Nature Research 有一個封面的一個專題 他們想說 那他要怎麼樣找到在台灣 也在做這些塑膠 不管他是會收到中間還是會收到最前面的 不管所有邊角料還是去做保利隆融結等等 那他們想要知道說 他們不是兩大獨鬥 他們不是唯一在台灣關係這件事情的人 那當然在我們的社會重新平台裡面 其實本來就有循環解鎖的這個專題 所以我就調成那個專題來 一個一個等他們介紹說 那些朋友正在做這件事 就是包含最近剛得我們 Bine Tower特別講的主婦聯盟 綠乳章 這個幫忙購買消費合作社 做的事情就是說 大家把自己手上有的這一些包裝材等等 自己做完分類 做完撕標籤 做完清洗之後 下次幫忙後購買的時候帶回去 那他們就可以很容易把它做成塑料顆粒 然後做成接下來什麼洗衣精的包裝品等等 所以他本來是覺得說 在一件事情可能很小 很難依賴消費者有那樣子的習慣 自己去做撕標籤經理等等 但是他一聽到說 真的已經有人做出這樣子的事情 而且還得了獎 那他心裡就覺得很高興 覺得說那他就可以專注在他擅長的那一部分 而不是說一條龍他要變成他條龍 就是什麼都要做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是找到自己的手備位置了 我覺得這個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法律人當然也有法律人的手備位置 就是剛才講到這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都存在很多法規適用的一些灰色地帶 那這些灰色地帶因為沒有人做過 社會創新幾乎按照定義就是 至少在這個社會也沒有人做過 所以這個到底合法呢還是非法呢 大概都不是 因為沒有人做過 那這個時候能夠去協助他去找到 因為之前有過類似的這些例子 或者說如果之前都沒有例子的話 能夠寫出一個比較好的跟主盤機關說 我覺得這件事情有社會意義 有正面的社會功能 所以你應該解釋成我可以做等等 這個就是法律人可以做的事情 事實上中小企業處有一組人叫做煞盒團隊 sandbox.org.tw 專門就是做這件事情 那有空的話也可以到sandbox.org.tw來看 有14歲可能會問說 欸這個糖不正我不會生氣 那當然也就是說也是會啦 後比上如果有人問我什麼時候剪短頭髮 那就是會生氣 那但是生氣也就那麼就是可能0.2秒鐘 所以就是除非就是你有把那個影片放非常非常慢的動作 不然應該是看不出來啦 對我來想就是情緒是一下子就過了的事情 那我事實上已經排了那個好剪裁要剪頭髮 那為什麼要到就是過年前才剪呢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的工作非常非常忙 所以其實一直都沒有時間 那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包含就是像1.10好像也要側拍我這個剪頭髮的畫面 應該都沒有幫我好剪裁喔 然後好剪裁就要等到他的訓練所開幕啊 因為他覺得那樣子就是那個shot比較漂亮啊 那甚至中間好像還有一個叫做hook 對一個youtuber說這個中間洗頭髮那個橋段 他要幫我洗喔 那之類的 就是太太已經變成一個 我也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這個素材這麼多人想要用 對這些狀況 所以就是要從那個檔期啊 就一直一直往後拖 所以並不是就是我不快速的去剪頭髮 而是說要最大化剪頭髮這件事情的社會效應啊 至少我也覺得很魔幻 然後什麼呢 就是當個成員到最後變成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就是沒有什麼好生氣的 這個就是就是當作素材了 大家就是盡量的應用啊 那九位朋友們問說想要請問政委最近在推動這件事情 是資料安全問題目前在說 實際上如果有人公布資料庫的話 可以提供500萬的獎金 那是否有可能有人公布 雖然都是技術 但是他不現在來提出 而是在以後一次威脅政府要求更高溫的金錢啊 想請問政委要如果看待這個問題 應該這樣講 結果他如果是黑帽還肯本 那就不會來領獎金 那我們之所以要有獎金 而且這個獎金還不一定是一次性的 說不定每年都有這樣子的活動啊 那這個其實是很多 像我記得美國國防部嘛 現在有普國防部嘛 那當然大的這些珍珠拳 屍體啊 Google啊什麼的 Facebook啊大概也都有做類似的事情 那主要就是因為其實還有白帽海客啊 那一個正在就是鍛鍊海客技術 資產技術的朋友 你當然希望引導他走到白帽這邊來 你當然不希望他到黑帽那邊去 黑帽那邊去除了對他自己之外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但是白帽也是要生活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確保 我們有足夠多的預算 好比方我們現在自通訊預算裡面 可能大概5%左右 就是專門來做這些滲透測試 來讓白帽 這等於是懸賞啊 來讓白帽去做攻擊 那包含滲透測試啊 所謂的紅盾眼鏈啊等等 在沙倫的那個自駕車測試場 也是如此 因為雖然我們有控制出那個車子 只能低速行駛啊 但如果黑帽把它掌控啊 然後飆到200啊 那剛剛講到倫理問題就 瞬間就會 事實上也沒有倫理問題 因為那就是犯罪工具 但是我們如果就會造成他 對自駕車有一個不好的影響 所以這整個場地本身都有經過 Grant Challenge這樣子的一個滲透測試 那還有很多別的例子啊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確保說 欸在台灣的白帽海客 他可以盡可能透過參加這樣子的活動 可以揚名立萬 他可以有很多個CVE 就是在他們的領域就類似 像講台一樣的東西 那有時沒事就可以跟 可能政委啊 部長啊 總統啊 可以接到面啊 頒獎啊等等 讓大家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生意啊 看就不會跑到那個原地的黑暗面啊 我們就可以看星際大戰裡面 對 那在原地的光明面 對這部分的朋友 我們如果確保說 他發現這些事情 他有足夠的動機 把他研究的比較透徹 然後隨時到能夠告訴我們的話 只要是白帽先於黑帽發現 那這樣子的話 或者黑帽有時候發現了 他就像這個朋友說的 他懂得用嘛 他還沒有真的用 那白帽在這個過程裡面發現了 然後告訴我們 趕快把它修補掉 那這樣的話問題就仿患於未然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讓白帽能夠幾十來通報的 組合好的誘因的話 那從白帽的角度來看 他有很多別的事情可以做啊 他可以去Amazon 去Facebook 或去參加別人的這個賞金的program 他不一定要來內政部的嘛 那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能夠投入這個研究的白帽 可能就會變得比較少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主要還是要吸引白帽社群嘛 主要並不是說 希望黑帽社群就可以看到我白帽賞金 就改寫規正喔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想法 而是說希望黑帽社群 能夠先於黑帽社群 發現裡面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 那有九位可能問說 請問政委 社會上新社會系的議題線階段 是不是那如果我的義務教育 如果可以行的話 請問適合發生在 國中或者高中 那個階段的教育喔 其實我覺得小學是最適合的啦 因為你年紀越輕喔 那這些永續發展目標 如果沒有解決的話 那你就承受越大的這個 懷孤性對不對 就是如果切後變遷沒有解決 你年紀越小越慘喔 那像我的話可能就是 假設我活到可能九十歲左右吧 那切後變遷的 真正很糟的那個後果 我可能就是最後看到一眼而已 那但是各位的話 就會看到真的很慘的狀況 那如果現在是小學生的話 那就不知道那時候要去活性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對於年紀越小朋友 他其實這個未來會發生的 各種各樣子的場景 他越節省 而且他越沒有包袱 越沒有覺得說 所謂的business as usual 就是以前都這樣子做 因為他沒有什麼以前這樣子做的這個經驗 那所以在過程裡面 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去 發揮出比較大的創造 然後去想出一些天馬星空 不一定可行 但是至少讓他的學習方向 變得比較明確的一些方式 那這個也比較符合我們新客剛 所謂世行陽才 就是你年紀越小 就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 那就越不會跟別人 在既定的軌道上面去分 那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那個沒有什麼意義的東西 我這個博恩夜秀講過了 所以我就不特別講 所以就是越早越好 那我們在新客剛裡面 也有放非常非常多 就是讓學校可以有加成加廣 選修 校定必修等等的這些課程 那據說這個學習歷程 檔案裡面現在最夯的之一 就是在講永續化的目標的扣合 因為知道各個大學現在都要 大學社會責任等等 那這些都是用SDG來當作索贏 那所以大家在學習歷程裡面 越扣合SDG 感覺上就越出雷跑通 能夠碰到越來越多的大學的抗潮系統 那這個我是競標尊重 因為在我的想法裡面 高中畢業之後 不應該就去念大學的 但是因為就是 現在高中畢業還不是成年人 還要兩年 所以在過度的這兩年裡面 我想考中還是很重要 不過總有一天會變成考中 沒有那麼重要的 那有就問說 現在國內開放來出進口 請問委員隊來出進口的看法 有什麼方式去把還有 來各多班的豬肉做一個管理 確實就是這個題目 在以前來牛的時候 確實比較少人講儀表板 比較少人講地圖 那今年可能因為去年 大家都用過一切儀表板跟地圖的關係 像口罩地圖什麼的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是比較能夠 究實倫實地來做討論 而我們的口罩地圖的作者 江明宗 這個台南的Keyang 他也有 這不是形容詞 他真的是Keyang 這位就是比較Keyang的朋友 他就是一瞬間 就是就像當時做三角形 很多藥局的那個地圖一樣 他也做出了很多五角形 台灣駐鎮明標章的這個地圖 所以如果去找台灣駐鎮明標章地圖的話 你就可以 因為他在台南 所以他定位 不管是口罩地圖還是 這個標章地圖 一定都是在他駐的地方 所以這也是滿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他附近有這個玄玄肉� 或者是Newcastan 龍康中山南店 而且還層層把婚禮的健康 實在不能妥協 讓你實在好安心 還可以直接開啟這個導航 異程號 摩斯漢堡等等 那都是這個類型 都是其他金序常會 確認全數使用台灣 諸位原料之夜之 或者是餐飲夜或等等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這個是類似參與時供共同保證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拿來 全數使用台灣諸位原料之夜之 或者是餐飲夜或等等 那這樣好的好處就是說 這個是類似參與時供 home保證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拿來 扣扣地圖去那边来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如果发现不是这样子 因为有一些别的原料混进去 或者是他一开始在取得这个标章的时候 那个标章的定义跟现在这个网站上面写的不一样 那这个立刻就会被发现 就好像当时有人拿着健保卡 然后跟扣扣地圖去要去排队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期待说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之后 他其实就会减二减二减二 然后后来减三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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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資料不完全一致的地方 每個大概都會上新聞 事實上很多也上了新聞 但是在這樣子激烈的資料更新 一陣子之後 這個資料現在還蠻穩定的 就是很快的 就是大家對於學長會這個資料的可信度 就是在大家就是做爆料又爆料的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的就建立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 就是他大概養成他一個就是輪式的一個習慣 那這個就會變成一個所謂的social object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拿著上面這個五角形 然後真的去討論說 我去來家的時候 他還沒有去善行國產出標準的這個義務 就是這個責任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我們真的是全民 並不是只是農委會的事情而已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有實在可能問說 跟立法委員對話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他們很智障 那證委是不用上質詢台的 所以其實我並沒有在立法院質詢的這個經驗 那當然有很多的立委 我就是從小就跟他們對話 我比方說到Freddie 當時在剛開始弄山林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們說 要不要去跟他們一起練團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就問他說 你不要來學城市設計嗎 那他開始就是 到後來他好像也沒寫什麼城市 我也沒有練什麼團 但是不管如何 就是說就是說 就是很多都是從比較年輕的時候 就比較關心這種比較 那時候我們也覺得自己有點邊緣 不過現在現在已經變得很顯血了 對一些這個人權啊 人體自由啊等等的這些議題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重點倒不是說 每一個人個別的智力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在這些議題上面其實是越多人加入越好 誰都不想要覺得說 這個議題是我們在做 如果只有一個人在做 不管他就是智力再高 其實他很難做任何事情 他主要在做的事情是去翻轉 或至少去影響大家對於某件事情 不再覺得事不寬奇的那個想法 所以如果是越多人參與越好 越多人加入越好的話 那在智力上面去互相做比較 其實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跟立法委員們也都是 用這樣的方式在互動 那有巴特問問說 台灣是不是可以建立一個沙盒 讓企業在這個範圍裡面 透過非常規的手段 或者更多的商業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確實是已經有了 我們只要看sandbox.org.tw 就可以看到很多這樣子的例子 那這個題目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在做這些人實驗的時候 有些他最終想要服務的對象 例如用AI來解決結核病篩檢的 很可能不是台灣 因為台灣的結核病就沒有那麼多 但是當他在這邊訓練出他的模型 就把他帶到祖國就是Esobia 然後讓他能夠去跟中國的朋友分享 就是他們能夠成的不到一美元 就解決結核病篩檢的問題 也真的就對sd區裡面的某一項 降低傳染病這件事情 有所幫助 這是蠻好的就是我們今天 不是只有 或者是所有的安建 這個網站包含大眾小 等等這些全部都是雙一個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也可以多看我們的這些案例公告 那這些都是中期處 去實際對於這些對社會有幫助的這些想法 然後去進行什麼電動代步車 從事街邊多角化服務之可行性 不過英文叫做Motor and Speak for Medical Purpose 這很有意思 因為這個還真的就是輔具 那或者是以護照打入身份查驗系統去效力於相關意義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期待卡 就是木城山規劃中的那個所謂成分證 其實它就是一項護照 那所以本來在做這些的朋友們 因為我們這邊全面暫緩 在整備中 那所以他們就把腦心動到現有的護照上 那所以他們就想說 如果護照就像自然品證一樣 每天可以有一個 平證撤銷清單 就是哪些護照被掛失了的話 那它運用去讀期待卡的這個技術 其實就已經可以去讀護照 護照可以變成身份認證的一個方式 那護照條例既沒有說你可以這樣做 也沒有說不能這樣做 那移民署 它沒有這個義務去產生廢止清單 但是它產生廢止清單也不違法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像沙盒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就是很感謝沙盒團隊 所以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去做到一個 大家覺得說也不會被格子 或者已經私有所妨礙 那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面 讓程序人認證這件事情 還是可以推上的下去 而不一定 一定需要所謂的 處理身份的全面暫緩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覺得這是已經現有了 那也很歡迎大家多了解上面的這個案例 那有12朋友問說 您本身因為沒有辦法接受體制內教育模式 在形式上面僅有國中異業的學歷 但是卻透過自學的方式 來學習基礎教育的知識 進而發現自身興趣發展 您認為現行教育體質 可以有怎麼樣子的突破性改變 以及這個翻轉教育 那就是六下教育已經自己聊起來了 剛剛已經講是正常能量釋放 沒有特別去理他 我們要講的是說 我們在神明國教科剛所推動的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在實驗教育界已經實驗了相當久的自主學習 那自他互動共好 其實就是自主在一開始就是好奇心 引起好奇心找到自己的題目的部分 互動就是自主的去跟跨領與跨長與跨世代的朋友 一起來解決問題 那共好就是說 不是只有我認同的價值才是價值 其他人在不同的立場 其實也可以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像永續就是這樣子一個共同的價值 所以確立共同的價值的過程 那這個也是現在的神科剛的一部分 所以我會覺得所謂的突破性改變 不一定是好像就是 車調本來的架構 不是說大體制學校完全都有這個車調 而是說我們去進行一些比較敏捷的一些改善一些修正 以前在我那個年代 每一個國教的學校大概都是 當時還有國立編譯館的執行單位 那但是現在已經完全反過來了 以前是所謂的剛性課剛 現在是所謂的比較柔性的課剛 就是這邊只講說有哪些素養要照顧到 但是怎麼照顧到這些素養 教材教法等等 這些都是每一所學校 自己的課法會包含學生家長等等 參與可以來做到 那這個也是從實驗教育進來的這樣子一個精神 所以我覺得 如果對於可以有怎麼樣的改變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比較認真的看 也有關科學的總綱 那這些都是在有學生 甚至包含當年 占領教育部的那些學生的參與的課程會之下 一起討論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公民協議的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有十一位朋友問說 想請問如果社會企業存在目的 說得解決社會的問題 而社會問題已經經由企業解決 或者社會問題已經消失 例如像是防疫疫情已經過去了 這個朋友是生活在平行時空 我非常的羨慕他 但是社會企業會面臨倒閉的風險 當然這裡面有兩個不同的角度 就是一個是社會企業它是社會部門 它連結企業的力量來解決社會部門想要面對的問題 是以社會部門出發 我們那時候把那個一個點放在社會跟企業中間 就好像亞洲矽谷 我加了一個點別 亞洲點矽谷 之前你看看亞洲矽谷 亞洲是形容詞 好像是矽谷要搬到亞洲 還是什麼 像我們這些真的帶過矽谷的 就特別不高興 這個不高興的情況 就有點像有人說它是桃園金城武一樣 如果你真的是金城武的話 或是金城武的朋友的話 可能會覺得有點冒煩 但是如果是叫桃園點金城武 就是桃園連結金城武的話 不是說桃園斷別金城武 不是說金城武 要搬到桃園 只是在中間有一些連結的話 大家覺得你可以接受 在同樣的就是社會部門跟企業部門中間的連結 那我們是以創新達到永續 來當作這兩個中間的連結 所以一個角度是 如果你是從社會部門出發 那如果這個社會問題獲得解決 那你當然很高興 那你就去解決進一步的社會問題 我剛剛也有講到說 你一開始可能要解決 只是偏向的 桃園借取率不足的這個問題 或者是失字率不高的這個問題 這些現在都解決了 但是媒體視獨 往後還有媒體素養 他就是都已經可以接取到這些資訊 那他怎麼產出資訊呢? 對不對?是不是需要一些媒體素養 包含在地能夠做自己的地方的新聞 探索 然後讓各地都能夠了解這個地方 實際狀態等等 總是還有一些別的更緊接的東西可以做 所以一個社會問題解決的不表示 他所連結到創新的這個企業就沒事做了 而是他可以做一些更緊接 價值鏈上面更高的一些事情 那反過來講 就是如果我們從企業部門來講 就是在以前就是你要進企業部門工作的時候 大部分人都只要期待說 你不要破壞環境 你不要造成社會不安就好了 那但是現在就在各位的這一代 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如果他看到環境正在被破壞 社會正在不安 那但是這個企業選擇袖手旁觀 這個時候也是要抵制的 所以這個bar 是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是你不要當壞人的話 現在是你袖手旁觀也當作壞人的一部分 所以就對企業的要求是越來越高 尤其是即將會已經上市櫃的企業 他們現在都必須要具體證明說 每年到底花了多少時間跟力氣來解決問題 解決了多少問題 要給出這樣子一個交代 所以對企業來講 就算這個社會問題已經解決了 他還是一直都有從接力機關的 從投資人的 從利害關係人的這些需要 讓他能夠繼續對內對員工給出交代 不然員工就跳槽了 對外對他的投資者 一些利害關係人給出交代 不然他們就去投資別的東西了 那所以對內對外都要一直給出交代 就是所謂的雙面交代 才能夠去把他的這個生態線黏在一起 那去確保說 他可以不斷地在這個社會裡面證明說 還有這個企業存在的價值 所以同樣的 他也不會有所謂倒閉的風險 因為他只要一直證明說 他可以解決別的問題 但是他運用他既有的解決問題的這些 就是經驗這些技術等等 那他就可以繼續再想到新的梗 就是所謂的軸轉 這個主軸 只要一直確立 那他可以一直轉向 去解決新的社會跟環境相關的問題 那有九位朋友問出科技跟隱私 請問唐春文對這個的看法 我覺得當然科技他可以用來加強隱私 是他就專門一個字叫PET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y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科技把我們現在想到的常常都是自然科學 然後產業引用的技術 但是其實這是可能比較右側的部分 那左側的部分社會科學 然後以及組織的技術 其實這個也是科技 它並不是不是科技 那我們現在的很多挑戰都是來自於說 我們好像預設要我就是產發的這邊的科技 就是值得投入 但是設法的這邊的科技 大家覺得說等我就是賺了比較多錢之後再來投入 那尤其老一輩的朋友 常常在他們就是比較工業的那個時代 現行的時代還是抱持著這樣子的想法 不過好在按照社會創新大調查的數據顯示 現在已經超過三分之一的朋友 不管他的年齡了 就是他是認同這樣子社會企業的概念 而且也了解到說這件事情真的是viable 就是真的是一個可行的一個方式 而且如果他年紀大到一個程度他要創業的話 他要選的就是合作社 或者是非營利組織的習慣 這個習慣其實是他們那個年代就是合作 事業才是非常流行的時候 他可能從小就有職 他小時候就是忙著創業沒有空參與 但他到年紀大的時候 他就願意來用合作組織或者非營利的方式 去經營他的社會企業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發展隱私科技 要先大家要求隱私 如果就像如果 大家可能知道 那個七天或十天或幾天的鑑賞期 如果你在電商平台上面買了一個東西 理論上他送到家裡 你發現不好用的時候 你是可以退款的 那如果他讓你打了一個狗說 我放棄鑑賞期的權利 那狗是沒有效果的 因為他是不得及在市場 那這些都是常識 如果大家覺得說真的有爭端什麼的話 有消防官啊 有一整套體系去解決 但是我們在現在的這個社會裡面 對於隱私 對於各自法 其實理論上也都是不可以用合約來拋棄的 要求副本 要求更新 要求刪除 如果目的消失的話 等等這些權利 行使的人真的比較少 而且也比較少人知道 而且也比較少人會覺得說 這是任何一個資料搜集者 都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比較少人去做這樣子的要求的話 對一個經營者來講 他去發展保護隱私的科技 就沒有鑽頭 而他去創造一些犧牲他的客戶一次 反正也沒有人騙 對這件事情 反正就比較有鑽頭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要改變這個social norm 會變成說 那隱私保護他是應該by default 所謂privacy by default 那如果沒有給出一個交代的話 那我們就對他應該要沒有黏琴才對 就不要黏在他的那個服務上面 那這個也很感謝像GDPR等等這些做法 現在大家開始慢慢往這個方向移動 那所以我會覺得我們自己一聲作則 就好像說監察員用開放資料在2019年承諾說 把2018年的所有的這些選舉相關的這些現金 就是用在哪裡等等 不是只有監察員自己看 然後用指板釋出 而是他用結構化開放釋量釋出 那當然就會開始有很多行為爆料等等 拜託我沒有付博恩錢 博恩也沒有給我錢 那但是這個就是監察員那一批資料 會讓大家能夠看到的事情 那後來我們就拿這個去要求經濟部門 就是Facebook等等 去說那我們分析這些資料 發現2018年選舉的時候 沒有多少人幾乎沒有人 去把社交媒體上面的下廣告的這件事情 當作正式陷阱以及他的花費 所以可以說是它是一套完全可以繞過 本來監察員這套監渡機制 但是又可以影響選舉 甚至從境外來影響選舉的方法 那所以Facebook就面臨一個選擇 就是說雖然我們對它並沒有完全的玩下去 但是它如果不比照監察員的方式去把它開放出來 去保護大家的所有的Election Integrity 就是選舉過程裡面的公正性的話 那可能會被社會抵制 那Facebook也了解在台灣就是抵制誰誰到 Facebook也不例外 那所以他們就在2019年的時候 真的就應該是當時全球就是第一個 就是用即時的開放資料的方式去確保所有 所有政治跟社會的廣告都必須要即時的揭露 確實在2019年到202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在透過這樣的方式 所謂Dark Pattern去操作等等的情況 就大幅的下降 因為做這件事情都一定會曝光嗎 那就不會再這樣子做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然這個例子它比較是Election Integrity 比較不是 Privacy 但就是告訴我們說 只要在社會部門裡面大家有這樣的共識 但是我們總是可以透過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社會部門要求治理部門要求經濟部門 來一起做到新的社會常規 所以我想在因斯上面也是要做相同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就最後一題了 那又是來看一下問說 在台灣的Greenwashing 在這個情況是真的有嗎 以及有的話會不會很嚴重 所以Greenwashing就是說它實際上 並沒有做出什麼對環境有益的事情 但是它卻透過一些羞辭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它很環保啊很厲害啊等等 那我覺得在有這個參與式共同保證之前 確實喜慮它可以稍微就是收割一陣子 那但是因為現在大家的要求都是像這樣子的東西了 就是我不是只是看你的羞辭 但是我還要看說你的公益報告裡面揭露到什麼程度 以及如果你的公益報告只要一有揭露 我們就用參與式共同保證的方式去確保說 每一個環節對有人可以實際去清晨參與 那所以因為大家的要求已經不是只是透明 還包含參與 那透明加上參與才真正有的comvability 就才真的給的出就是有年輕的交代喔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我覺得 就是單是有這樣子的comvability mechanism 這樣子給出交代的方法的地方 那協力的狀況就比較難發生 那如果是在你要參與 如果完全是B2B的 完全是在就是供應鏈的最前面 那是在廠房裡面等等 那參與的那個門檻還比較高的 那這個時候就還是會出現協力的這個incentive 那這個我們也有一些想法 包含說我們去用一個專門的條例去定義說 如果你即使你未上市 但是你比較上市公司 去揭露這整套東西的時候 而且有些罰則的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把保證不洗濾 而且讓大家都來看自己不洗濾的這些朋友 可以給他一個就是自己的法律規格 那這部分我們目前內政部跟經濟部 都在研究當中 那份補典9萬應該快要開出來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也很希望說在接下來的會期當中 我們可以開始具體討論說 那些提早做使命鎖定 而且保證不洗濾的這些朋友們 可以不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可以獲得更多社會的善意 這樣子 那今天先回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個大家已經問好問滿 所以就不開放題目了對不對 那謝謝政委 那其實我們這樣的一個過渡 我想大家都享受立委級的待遇 對不對問好問滿 那我們是不是再次感謝政委 對啊沒問題 我坐那 坐坐坐 謝謝 這邊 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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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請坐 請坐